西游记第65回 标写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恶难 在渡过了荆棘岭之后 师徒四人继续向西前进 走着走着 这四个人就看到了一个叫做小西天的地方 在他们面前则出现了一座十分清幽的寺庙 唐僧策马前来查看 只见这寺庙门口挂着牌匾 上书雷音寺这几个大字 看罢这几个字 唐僧慌猛滚下马来就跪在了地上 雷音寺就是如来佛祖住的地方啊 难道唐僧就已经到了西天吗 孙悟空赶上来一看 原来是个美丽的误会 这牌匾上其实是四个字 叫做小雷音寺 真是差之好理 没有一千里啊 不过呢 这小雷音寺也不是什么真寺庙 而是妖怪们幻化出来 专门用来抓唐僧的 师徒四人刚刚踏进寺庙没有多久 就从天而降一个大金挠 把孙悟空压在里面 而剩下的三位 则全都被妖怪给抓去了 这金挠着实不简单 孙悟空变大 他也变大 孙悟空缩小 他也缩小 就是不让孙悟空逃出来 孙悟空使劲浑身解数 仍然是无能为力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念了个咒语 把保护唐僧的五方接地 六丁六甲 和十八位护叫前蓝 给找来帮忙 然而费了半天劲 还是没能把孙悟空给救出来 最后 直到这五方接地 找来了二十八星宿 几十位山仙一起努力 才把孙悟空给救了出来 在金挠里憋屈了半天 出来之后 孙悟空是怒气大发 他先是一棍子下去 把这金挠打了个粉粉碎 之后呢 又找当地的妖怪算账 要把他打作肉泥 不过本地的妖怪 也不是吃素的 这妖怪自称黄梅老佛 当地人则叫他黄梅爷爷 或者黄梅大王 他手拿一根狼牙棒 竟然和孙悟空缠斗了五十回合 不分胜负 不仅如此 只见他还掏出了一条 旧白布大包 往天上就这么一扔 就把孙悟空和几十个神仙 通通给包了进去 之后 他就大摇大摆 把唐僧师徒四人 和这些神仙 都绑在了妖怪洞里 当天夜里 孙悟空先是用了盾身法 把绳子推下来 之后又把师父师弟 和所有神仙 也都放了出来 他们想要趁着夜色逃跑 可是妖怪着实神通广大 他竟然发现了 这些神仙的行踪 跟了上来 这妖怪先是派自己的小妖怪 和神仙们打了一会儿 之后呢 则慢悠悠的 又拿出了那条 旧白布大包 想要重施故技 孙悟空眼急手快 趁着妖怪还没扔大包的时候 赶紧飞了出来 可是师父师弟 和可怜的神仙们 则是一个不辣 又全都给捉了回去 唉 这西天取经路上的妖怪 可是越来越厉害了 咱们回想一下 孙悟空之前 也曾经被装入 另外一个宝贝之中 在孙悟空被引脚大王 捉入紫金红葫芦的时候 吴承恩的叙述 并没有因此变得紧张 他轻描淡写的 让孙悟空用了一个 金蝉脱鞘的本事 就骗过了傻乎乎的 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 逃了出来 而这次 孙悟空被金脑 扣在里面的时候 吴承恩却写道 这妖怪 打算永不开放着金脑 直到三天之后 孙悟空化成一滩浓水 他们再把唐僧 猪八戒 沙僧一起吃掉 面临的情形 看起来比以前 是艰险万倍呀 同样的经历 重复两次写 却能写得 那么有层次感 吴承恩 真是一个 语言文字的高手 那现在 妖怪借助宝贝 武力值明显 是超过了孙悟空 那孙悟空又将 如何应对呢 咱们下回分解